你们想干什么 干什么 这话让您说的 只要您配合 我们干什么都行 是啊 我们什么事都想干 两位小姐 跟大爷走吧 大爷让你舒服舒服 过上好日子 杨华 你说什么 你们都别乱动 这话就动不了 你怎么这么说啊 你怎么这么说啊 我怎么这么说啊 我怎么这么说 真漂亮 这下午现在才给我亲一个 哎 你们 这么多人欺负两个女人 你们都不管哪 这位小哥 你可别出声啊 这几个是街上的地头蛇 他们每天在此七行八市 七男八女 我们老百姓谁敢管哪 什么 七男八女 今天见到小野武 非要好好教训他 你们这帮混蛋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欺负两个女人 嗯 呦 啊 你算是哪个儿聪啊 敢在大爷的地盘上撒野 你才是聪呢 嗯 吃大蒜 辣椒 胡萝卜 啊 可无法剑法 披零杂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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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女人啊 兄弟们 大爷真是厌福不浅了啊 怎么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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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 哦 哇 好厉害啊 难道他就是进王府的小郡主 慢走啊 小剑 那小郡主好帅呀 哎呦 哎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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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别打了 嗯 向活命走远点 快走啊 好大的胆子 敬得明目张胆地欺负人 嗯 你跟我打什么 我是在救人 向欺负人 我打的就是你 哎 哎 你们别打了 嗯 住 哦 你 再如此我就不客气了 不客气就不客气 谁怕你了 嗯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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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哎 哎 哎 你们可认得 禁王府的腰牌 啊 禁王府 嗯 你是小郡主 哎呀 哎呀 好了 你们别打了 哎 快把人放下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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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是 禁王府的如意郡主 哎呀 你傻呀 郡主还有假的呀 属下参见如意郡主 免礼平身吧 啊 多谢二位刚才 路见不平 法道相助啊 哎 哎 请我二位 尊信唐明啊 属下宇文成都 哦 原来你就是宇文成都啊 我听说过你 你呢 在下李世民 哦 原来你就是唐公家的二公子李世民啊 正是 怪不得我看你那么熟悉呢 哦 既然都是场误会 那你们二位就握手言和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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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哦 跑这么快 一点气节都没有 都怪你 都是你啊 害死我了 啊 啊 母亲 你要打 你要打 你就痛快地打吧 嗯 别在我面前转来转去 我头好晕呢 如意 你知错了吗 母亲 我知错一百次 一千次 一万次 好不好 你老是问同一个问题 有意吗 你都跪了一夜了 还这么固执 这次要不是宇文成都看到你 还不知道你要闯出什么祸来呢 成都 我跟你没坏 如意 今天你父王回朝 你不仅不去迎接 还离家出走 成何体统 今天 回娘定要好好地打你一顿 那 哎 您干什么 小飞娘娘 今天都是宇文成都不好 要是早点得郡主回来 就不会有这件事了 娘娘 要打 就打小将吧 好吧 如意 今天你父王回朝 宇文成都也替你求情 我就暂且 先替你记下这顿打 下次再犯 加倍偿还 我知道了 母亲 你们都起来吧 哦 哦 谢谢母亲 郡主 累死我了 谢谢你啊 够一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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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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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して 折断 我称赞 其实啊 如果大家真要称赞的话 应该称赞我的这匹好马 不过这匹马 是我秦琼在关帝庙捡来的 现在有一些日子了 但是一直没有人来认领 所以我希望在场的诸位 今天给我秦琼做一个见证 好 你干什么 你不是问这匹马是谁家的吗 我的 好 麻烦你告诉我 这马的特性是什么 它的记号是什么 特性 这马晚上喜欢睡觉 白天喜欢跑 饿了喜欢吃草 我可熟悉它了 我说是我的就是我的 既然你说不出这马的特性是什么 记号是什么 对不起 请你下马 走 看来你说不出这马的特性是什么 我就是想的 是什么 好 你帮我拿来 我把的特性是什么 你帮我拿来 是什么 你帮我拿来 他帮我拿来 你帮我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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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不认字 你给我听 在下太平郎 太平郎 你是秦琼秦书宝 没错 难道兄台认识我 是 我是不以前长高了一点 长了帅了一点 长威武了一点 可是怎么能够就不认得我了呢 我是程鸟金哪 你是小金兄弟 那还有假 天底下还有第二个像我这样的好汉吗 哈哈 兄弟 咱们有十年不见了 我和娘一直在找你啊 程鸟金别跑 兄弟 没想到我们十年不见 一见就分开 我 我求你放手 我求你放手啊 程鸟金别跑 程鸟金 我求你放开 他谁啊 木叶叉 逢离他 兄弟 永远再见 程鸟金 别跑 程鸟金 程鸟金你别跑 谁想想想想想 程鸟金 看一看啊 新鲜出炉的考验啊 刚刚出炉的啊 客官要不要来一只 烤鸟 新鲜的烤鸭啊 新鲜的烧鸡 男来的没往的啊 看一看啊 客官 要不要 这烤鸭是公的母的 我比较嫌吃公的 烤鸭怎么还分公的母呢 烤鸭怎么不分公不分母啊 有公没母哪有小鸭 有娘没爹也没有你啊 周客官 你到底要不要 那么瘦 不要 你都摸过来你不要 怎么了 娘子啊摸过来一定要取吗 不要 穷光蛋 这烤鸭真香啊 看什么 我也只能舔 没你份儿 这烤鸭的烤鸭 两顿饭都搞不定 还算什么英雄好汉 狗屁英雄 来吧 想个办法来 赶紧弄点钱来吃饭 说 偷 偷可不是我的个性 去抢 抢是犯法的 犯法的事我可不干 来 什么 你再说一遍 好办法 好办法 来 小二 有什么好酒好肉好菜好饭好茶 全部拿来 大爷有的是钱 好嘞 来 几位爷 菜 慢吃啊 好 来来来来 小二 我们坐这儿 小二 接这儿 好嘞 爷 下次再来啊 好好好 小二 大爷 有什么吩咐 突然想起 有点是要去办 菜照样给我做 来来来 待会儿我回来 慢慢吃 再结账啊 来来来来 好嘞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小二 来来来 红酒 好嘞 请问菜刺史大人可曾回来 我家老爷去长安道贺太子凯旋 此去长安山高路远 即使回崖 也要等许久以后 许久以后 是 是 好嘞 好嘞 大爷 饶命啊 是 我们是同一次偷东西啊 大爷我要你的狗命有个屁用啊 小事得赶快把银两掏出来 孝敬大爷 银子倒放人 否则送官 哎呀 这位大爷是不小事啊 我等身上要是有银子 还能来打您的主意 哎呀 不信您搜 我等身上除了跳蚤 没有一文钱可以用的东西啊 又是两个熊鬼 白忙活了 滚了 谢谢大爷 小贼都是穷鬼 看来得找个大贼才行 怎么了 你想来抢我的银子 可以 我先问问你 你腰带里有没有银子 腰带里有没有银子啊 好 不回答 不回答就是有了 好 有银子又有种的大爷 我最喜欢 来 赶快 我饿了 敢问英雄 是哪一路好汉哪 好汉不敢当 你问我哪一路 我告诉你 我是不归路的 你怕了吧 银子大家都喜欢 不过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比我更想要 知道就好 哼 再不动手 我就过来抢了 诱人犯法 好手段 如果阁下是衙门口的人 那就是钓鱼之法 弄一点罚银 如果阁下不是衙门口的人 那就是敲诈勒索 这个罪名可不小啊 你别啰嗦了 反正现银子在你那儿 你说怎么办 是送官还是私了 这就是阁下的银子 你敢坏大爷我的好事是吧 你是谁家 裤子破了冒出来的 吊毛小鸟啊 看来英雄 并不是本地人 连我都不认识 好 不知者不罪 那就算了 不过说实话 我对阁下非常感兴趣 我可以告诉阁下 想要银子并不难 不过啊 你要拿出点真本事 你来给我瞧瞧才行 如果赢了我 我身上的银子全是你的 赢了你 行啊 比什么 比文 比武 比九 还是赛跑 跳高 跳远 我都行 好 我都奉陪 看服 我只能看到 他可以看你 看你 我还没有 我都想要 他可以看你 你们可以看我 我都要是 你会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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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叐 走 这么说 你这把剑是想削耳朵就削耳朵 想剁脑袋就剁脑袋 算你失去 今天我算是倒了血霉了 好汉莫走 我不是怕你 我的克星来了 程友情 你还跑 你跟老娘站住啊 你跑什么呀 哎呀你怎么老是冤魂不散呢 你就算跑到天涯海角 老娘照样能找着你 不过话说回来 你跑这么远了干什么呀 我过来这边 有三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办 什么事啊 第一 躲开你 什么 第二 我回来找我的一个好兄弟 你兄弟尊姓大名 关你屁事啊 第三呢 第三 听说二贤庄的庄主善雄性 他喜欢结交英雄好汉 仗义输才 我就来试探他的虚实 如果是真的我就来投靠他 假的呢 我就一把火烧了他二贤庄 然后跑到他的大门口 撒一泡童子尿 童子 是吧 谁啊 当然是我了 怎么了 你擦粉啊 为 为你擦的吗 神经 江湖传言浪得虚名 二贤庄庄主也未必会怎样 没你的事儿赶紧滚吧 好汉可以去一趟二贤庄 但要走后门 二贤庄或许不会让阁下失望的 后会有期 他说不会让你失望的 去去 这世上还有比碰到你更失望的事吗 当然去了 爷爷奶奶的爷爷 哪个混蛋住这么好的地方 肯定是个败家子 你真怎么这样 你想投奔人家 还先骂起人家来了 走啦 别急别急 刚才那个轻衣汉子说了 得走后门 后门在哪 那边 你怎么知道 走吧 真的有一个啊 银子就挂在大门口 你先看看是不是 那是银子啊 真的 外面沾着一个程咬机 有没有人 没人 这个钱 我就取了 我取了 我真的取了 你是程小金啊 正是 我们张主说 给你 这银子赚起来真容易啊 你每天几点抬门 以后我天天来 慢着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这不明不白的银子 咱不能养 你们庄主 为啥要给俺夫妻银子 谁是夫妻啊 这是庄主定下的规矩 凡是到庄上来的英雄好汉 只要庄主看中的 都会有银子相赠 照你这么说 你们庄主 认为我是英雄好汉哦 那你们庄主 认为俺当家的是英雄好汉 为啥让俺们走后门啊 这是二行庄的规矩 凡是前来投奔的英雄好汉 都要和我们庄主比武 如果能胜过我们庄主的 我们呢 会在前门挂一定银子 这银子就归他了 如果武功不济 就走后门 取这些碎银子 你爷爷的奶奶的爷爷啊 你庄主啥意思啊 就拿这点碎银打发叫花子 老子不要 这才像俺当家的 硬邦邦的一条汉子 从来没软过 硬得很大 走 你知不知道 你刚才的表现好粗广哎 是吗 我程晓军本来就是一个 粗中戴戏的人 特别是女人 哪怕你冷落冰霜 我照样揉晃 这回我就完全感受到了 你是女人吗 我不管 不是你是吗 可我从来没有兴趣融化你 可是我从来都有兴趣 被你融化呀 走开了 哎呀 还不快起来行礼 太子殿下来看你来了 你为何不肯进食啊 是 难道你不知道 生命是宝贵的吗 你这个女人怎么着 你退下 是 你这如花般的容颜 如玉般的身躯 只想交付于尘土吗 难道本太子对你的一千情义 你就视而不见吗 难道我就不如那个酸文甲醋的陈后主吗 皇上 李华来了 你怎么这么傻呀 那个酸府的陈叔宝值得你这么做吗 几位 在 快去传御医 太子殿下 这恐怕不妥吧 那就给我请全长安最好的大夫来 是 是 殿下 天都黑了 快去歇息吧 来 来 来 本王想到今日在朝堂之上 唐国公受赏识的神情 心里很是替他难过 此次发成 唐国神仙士卒 治军严谨 为大随理下了不少汉马功劳 可是皇上 竟听了我皇兄的意见 对他赏赐甚薄 让本王觉得我们杨家有愧于他 要不这样吧 明天我们设个家宴 把李源一家都请到家里来赴宴 就当是为您父皇和皇兄补偿他们一下 好 杨里两家也可以叙叙旧 您看这样行吗 好 好 本王略被薄酒不成敬意 唐国公 窦夫人 咱们满饮此杯 唐公 夫人 请 感谢晋王的后在 李源誠惶誠恐 先甘为敬 好 来 窦夫人请 王妃请 你来啦 如意 如意 还不快快见过唐国公和窦夫人 唐国公好 窦夫人好 如意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 母亲 她还是个孩子 不要怪她 就是啊 谁没有礼貌呢 母亲 我今天特意给实名哥哥带了个好礼物来呢 哎 把手伸出来 如意 你身为郡主 这成何体统 还不赶快退下 母亲 人家不是开玩笑吗 用能招那么大惊小怪吗 退下 好好好 我退下 那你们好好吃啊 告辞 如荫 母亲 父亲 这孩子 对不起啊 让唐公和夫人见笑了 小女自幼顽劣啊 真是让本王头疼啊 郡主同心未民 这是她直率的一面 这可正是郡主 可爱的一面啊 唐公谬赞了 讨厌 如荫郡主 干什么 你是来找我算账的 不是 不是 我是想 想什么想啊 就是因为你 大惊小怪的 害得我被母亲骂 现在好了 饭都没吃了 郡主 你别生气 都是我不好 好 那我不生气了 干什么 那么紧紧地抓着她 大小也是个生命啊 你这么紧地抓着她 她不疼啊 快把她放了 好好好 看在你这个女菩萨的份上 我就放了她 来 去吧 来 去吧 世民哥哥 我这儿有个好好玩的调 走 我带你去 走好 路上小心啊 殿下 你可觉得唐国公今天说的话 有几分道理 此次发臣 太子殿下对那张丽华很感兴趣 本王很替大随新王担忧啊 大随新王又岂是太子一个人的事 敬王殿下难道就没有责任吗 爱妃的意思是 来 殿下身为晋王 怎可看着大好江山 生灵涂炭 落入外星之手啊 哎呀 爱妃言重了 太子虽然好色无谋 也事不至此吧 眼前的两个例子 殿下难道没有看到吗 周主无谋 才把皇位 擅让给当今皇上 臣主好色 才丢了大好江山 如今太子两样都战 难道还能使我们大随江山永固吗 太子再也不是小时候那个 和我亲密无间的兄长了 我的建议他从来都不肯听 如今太子 又已和渤寒军功高拥联姻 势力更加壮大 哪儿还把我这个亲弟弟 放在眼里呀 联姻 这倒是个增强实力的好办法 现在如意已经长大了 在家里调皮任性的 我像他这个年纪 早就嫁给殿下您了 要不 我们给如意 早点定门亲事 这事啊 就依爱妃你 如意的婚事啊 那你就看着办吧 殿下 你觉得宇文成都怎么样 他前日在大庙前 力拉大顶 有万夫不当之勇 他的父亲宇文化吉 是濮阳俊公 祖父宇文树 已经败为兽州刺史总管 宇文树的三个儿子 除了宇文会吉都可堪重用 爱妃的意思是 把如意嫁给宇文成都 宇文化吉对本王忠心耿耿 那日在朝堂之上 对父皇的赏赐 坚持不受 还对本王大加赞赏 本王心中十分感动 再说了 那宇文成都也是一员虎将 将来啊 定能成大器 如此甚好 好什么好啊 如意 我才不要嫁给什么 宇文成都呢 他呆头呆脑 一点都不好玩 如意 你怎么躲在这里 大人说话 小孩子家不要插嘴 人家哪是故意的嘛 再说了 是你们刚刚 背地里偷偷先说我的 我不要嫁给那个宇文成都 母亲 这可是女儿的终身大事 不能作为你们换取利益的筹码 反正啊 我至死都不嫁给他 如果你们敢把我嫁给他 我就浪迹天涯 让你们再找不到我 你敢 如果你们把我嫁给他我就敢 唉 好了好了好了 此事啊荣厚在意 如意啊 你如今是个大姑娘啊 不能再这么顽皮任性了 知道吗 你看看人家李世民 如此彬彬有礼 他才比你大姐岁啊 啊 像你 作媒作相 但没战相 哪像个代字规格的郡主吗 啊 父王 女儿还小呢 啊 再说了 女儿还想多陪你几年呢 你先不要那么急着 把女儿随便嫁人嘛 好了好了 如意啊 我和你父王还有些事 你赶快回房间里去吧 啊 快去吧 我的小郡主 那 我先回去了 那 你就答应我了 不嫁给宇文成都啊 走啦 哎 哎 如意 你终于想通了 太子殿下跟你说话呢 你怎么不搭话啊 太子殿下跟你说话呢 你怎么不搭话啊 哎呀 这 怎么 张立华 你是打算 把自己扼成一幅画吗 太子殿下问你画呢 你怎么不回答呢 立华 本宫待你不薄 你为何要如此对待本宫啊 几位啊 去的本宫弄一架琴来 赐予张贵妃 如有一天张贵妃想通了 愿意和本宫琴瑟和鸣 就请她奏响此琴 是 臣这就去办 不愿意乱 你这胡闹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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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抓 我抓 臣恭迎皇后娘娘驾到 你们就是这样辅佐太子的吗 皇后娘娘驾到 下去下去 好的可真快呀 儿臣给母后请安 微臣恭迎皇后娘娘 你瞧瞧 你正当壮年哪 不心怀社稷为你父皇分忧 你整天在这儿应歌厌舞的 你还记得你是大随的太子吗 儿臣知错 你可知酒色误国 儿臣谨进母后的教诲 爱妃啊 本王已经决定 须得采宜韬光养晦之计 远去扬州 避开朝廷的是是非非 以退为进才好 嗯 而今日啊 我就去向父皇母后辞行 今日你见了母后 你就要 嗯 看 说 别忘了 母后 儿臣死去扬州 望母后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儿臣若有命回来 再来孝顺母后 再来孝顺母后 可就是因为这个 哪能不知想啊 哪能不知想啊 广儿到扬州之后 安心正悟 以避免太子陷害 啊 如果母后不密诏 也就不要回京 数月之后 母后 自有主意 啊 谢母后 相云 暗 orial 舍 肯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臣妾谢过太子殿下 爱妃啊 你的亲生 一下子就勾走了本宫的魂魄 天籁之音 柔可石骨 刚可杀人 臣妾还想为太子殿下舞剑 好 好 好 就让本宫欣赏一下爱妃的剑术 他 咱们都要打赏了 这下子也在戏里的剑术 还是要打赏了 他还要打赏了 他还要打赏了 我还还听得懂的 好 我还听得懂 你这剑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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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果然舞得好 陈良帝果然是才艺双绝啊 好 谢殿下夸奖 敢问这位是 你就叫我良姓娘娘就可以了 恭迎良姓娘娘 怎么 殿下这么快就封她为良帝了 这是本宫的事 你无需多问 妹妹慢走 有空常来玩啊 爱妃啊 我这东宫 比你的陈朝的宫殿如何 你的东宫比起陈朝锦绣宫殿 可以说是一片黯然 此话怎讲 殿下宫中只有少得可怜的隔级宫女 哪里比得上陈宫储绣三千 满堂繁花呢 真有那么多吗 我发陈宫怎么没看到啊 那是陈主仁慈 在大战之前就已经将他们全都放归了 原来如此啊 殿下身为太子却只有三个妃子 毫无天朝气魄 又不能去挑选天下美女 真是可怜 大随初见百废待兴 我怎么敢在皇上和母后面前造次 不过将来本宫掌握了天下 这江山设计 莫不是本宫所有啊 爱妃 你是不是不相信本宫的话 我信 把头抬起来 那是朕当年的战袍 战靴和佩刀 你拿回去 时常拿出来看看 当刻自省 朕今日找你来 是要告诉你 上天是没有情书的 他只保佑有有德之事 纵观历代帝王 从没有因为奢华 而能够在位长久的 你身为太子 若不能上衬天星下河名义 又怎能承担宗庙之重 成为万民之主呢 儿臣知错 朕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早已经东征西战立功无数了 广儿小你五岁 却也比你沉稳得多 我大随初见 你却在东宫循环作乐 上天要知道了都不会答应 请你捐自己一下 什么啊 你还不说吗 这份秘奏 你三弟秦王羊俊 放大获高丽 兴建亭台楼宇 广纳群美 还为妃子 亲自用大量的珠宝 制作七宝木连和水电 净土粉壁玉器京阶 夜夜声歌极度奢靡 如此这般 和那陈叔宝有什么两压 父皇息怒 三弟与儿臣 只是少不更事 少不更事 要到几时才算长大成人呢 朕已经派人急召他回宫了 父皇 您打算怎么做 用不着你操心 朕自有打算 听你母后说 靖王杨广 明日前往扬州取夫人 大时候 你随朕去送行 儿臣遵旨 郡主 明天我们就要启程去扬州了 我知道 我母亲都给我说了八百遍了 是 这个死李世民 还不知道他会不会来 郡主 你是不是看上李世民了 你这个死月儿 又你多管闲事啊 郡主 好疼 郡主 娘娘换您 我知道了 你快下去吧 是 走吧 谁呀 你可真是个女诸葛呀 你教本王说的那些话 我这一说呀 母后就掉下泪来了 想必殿下也是生泪俱下 打动母后的心了 父王 母亲 如意啊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好玩的事情 快讲给我听听啊 如意 大人的事情 小孩子不要打听 母亲 我知道了 你赶快去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 明天一大早 你皇爷爷就要率领重大臣 在城外十里亭给你父王送行 起身之时不能延误 你要弃住 母亲 我知道了 你都说了八百遍了 现在我做梦都是这些事啊 好了 如意啊 赶快去休息吧 不要谈玩睡得太晚了 听话 知道了 知道了 那你们好好聊 我走了 嗯 你看这孩子 以后嫁人了怎么办呢 好 好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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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多保重 上路吧 等等 世民哥哥 快停车 如意 如意 世民哥哥 如意 来送给你的 啊 好可爱的小兔子啊 你怎么知道我属兔的 嗯 天机不可泄露 还算你聪明 那当然了 拿着 你秀的 怎么样 嗯 这鸭子秀的挺好看吧 什么 鸭子 你仔细看看 这不是鸭子 你怎么把大鹰当麻雀呢 明明就是鸳鸯嘛 我逗你的傻丫头 哼 那个少年是谁家的孩子 冰皇上 是犬子 哦 哼 良小无猜 挺般配的一对啊 驾 驾 哎 世民啊 现在太子和晋王已经是水火不容了 啊 你居然还当着这么多重臣的面 你们俩互赠礼物还拉拉扯扯 你这不是告诉太子我和晋王家走得很近吗 孩儿没想那么多 我只想去送送如意 没想这么多 我告诉你 以后你跟郡主不要走那么近 现在太子已经记恒我们李家了 别让他憋什么罪名再坑害我们李家 孩儿记下了 娘娘 娘娘 娘娘饶命 奴婢该死 算了算了 谢娘娘 娘娘 娘娘 这是菊花茶 你是陈后主的妹妹 甘愿当宫女吗 娘娘不杀之恩 惠儿有恃不忘 没有愿与不愿这一说 能够陪在娘娘身边 惠儿早已知足 不 知葳婢 不 在你的眼睛里 我仍然能看到仇恨 不过 你的恨 会慢慢被磨灭的 大隋 跟机扎实 百姓 安居乐业 你就是想翻天 也没有人会支持你呀 是 娘娘 天道轮回 一切都应该顺应自然 大随强盛 皇上有道 南城国王是天道使然 小女子陈惠儿命该如此 绝不会心存怨恨 你就是有怨恨 你现在也是我的人了 我会改变你的 好了 慧儿啊 你呀 就是生错了地儿 那过来过来 给本后送送骨 是 来 公主 公主 不要再叫我什么公主了 陈朝的公主 早就已经死了 现在只剩下一个叫 陈惠儿的俘虏 我恨我自己这双手 她今天干了不该干的事情 我要惩罚他们 公主 让开 不用拉 我的心 比我的手更疼 两位客官 里面请 秦爷 你可已经欠了七天的殿钱了 你想拖到什么时候啊 怎么不带你 Che 老板 那就是国家的缅子 你怎么才不得了 泥子 你还要是 这儿呢 你还不得了 你还不得了 叫什么 他呢 你怎么能对他 哦 这不够啊 所以你就在这儿卖马 对啊 这本来啊是一匹好马 我内心实在是不舍 没想到这里 竟然没有一个人识货呀 哎 瞧他瘦成那样了 谁会买呀 哎 我给你介绍一个好买主 搞不好能出个好价钱 谁呀 二贤庄 善雄信 善雄信 这个人我倒是听说过 听说他很仗义 嗯 如果我们能认识他 也是一件好事 可兄弟啊 我现在落魄成这个样子 我还真没脸去见他 怎么 你这是卖马 又不是卖身 怕什么 走吧 说得也对呀 那走吧 你大叫我婆 你别跟着我行不行啊 不行 不行 到了 好 好 好 一座气派的宅院啊 有人吗 出来放个屁 贤弟 休得无力 没事 我来过 跟管家很熟呢 喂 哎 陈小金 你又来干什么 没事没事 我兄弟呢 有匹豪马 要卖给你主人 你去通报一声 这匹马这么瘦啊 是他拉车呀 还车拉他呀 麻烦你通报一声 你们家主人 我这马 本来是一匹豪马 它只是零恶带病 不要跌得太重 走行了 我保证 只要精心调养 不出半个月 又是一匹千里马 走开走开 我家庄主 有十几匹豪马呢 会让你这匹兽马呀 快走快走快走 我让你通报 你干嘛横篮恕党呢 你不通报就支一声 我来 山庄主 山庄主 快别喊了 有好东西给你 别喊了 你再喊我就叫人了 我就扯着围着店了 别喊了 呦呦呦呦 威胁人是吧 哎 你叫啊 你以为 老娘怕你呀 什么仗义书才的 结叫江湖好汉 这这都都扯他 兄弟 别为男人叫 算了 我们走 谁呀 在这儿如此喊叫 咬金兄弟 你二次光离我二仙庄 有何贵干呢 原来你就是善雄系 没事 我的兄弟有笔好马 想卖给你 是你要卖马 是 你这匹马 从哪儿犯来 是我自己的坐骑 您缺少盘缠 忍痛割爱 不知 你要卖多少价钱 庄主 是这样 在下卖马 确实不是为了赚钱 看庄主是个实货人 你只要给我三十两本银 还我店钱就行了 什么 这匹兽马要三十两银子 免贪 免贪 没你事 善庄主 真的请你帮个忙 要不这样 多给两个银子 我把这婆娘也卖给你 买一送衣怎么样 又说什么呢 这的确是匹马 一日至少八百里的角力 没错 庄主 您真是好严厉啊 你真想卖 我给你五十两银子 我善雄信 可不是称人之威 夺人之美的小人 如果你不依我的价 那就请你另寻买主吧 老爷 这未免也太高了吧 不高 我成交 善庄主 谢谢您 谢谢您 该你谢庄主啊 管家 钱忙 好 你跟我去拿钱 我们去拿钱 嗯 三位 请稍候 多谢了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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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放下 这两个瓶子每个都值一百两 放下呀 这么个破罐子那么贵呀 都值两匹马 快放下 就算把你卖了 你都赔不起 怎么 我还不值两匹马 你连条马尾都不值 哎 大脚姑娘 兄弟 稍微不走 别让人家笑话 嗯 还是树毛大哥会说话 嘿嘿嘿 五十两银子 多谢善庄主 请坐 听兄台口音是山东人 敢问兄台是山东哪一府的 哦 就是济南府 哦 那兄台可认识济南府的秦琼秦书宝 莫非 庄主认识书宝 不曾相识 素有耳闻 听说他慷慨仗义 游勇有毛 心中非常仰慕 快告诉庄主 你是谁 哦 是这样 嗯 书宝 是小弟童衙们的一个朋友 哦 原来兄台是书宝的朋友 失敬失敬 那我得向兄台 多了解一些书宝的事情 管家 看茶 啊 茶呀 有酒啊 酒好 酒好 当然有了 哎 庄主不必了 我们还有急事 现在就告辞了 哎 兄台 那兄台执意要走 雄心就不强留了 如果见到书宝 请替我多致意 日后 我定会去山东 拜会于他 哦 一定会传达 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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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不愿送 我这酒能不能带走啊 当然可以啊 熊不宜猪人啊 我真的想不明白 你怎么办 你为什么不承认 你就是秦叔宝呢 哎 就是啊 你要是告诉他 你就是秦叔宝 他说不定 把他五十两银子送给你 再把马还回来 哎 兄弟啊 大小姑娘 我秦琼今天落魄成这样 我还真没脸和别人相认 跟他说这个他不明白的 不像你这个人 根本就不要脸 姐 兄弟 今天可确是我的功劳 要不要请我喝喝酒 吃吃肉哦 那是当然 我们找一下酒馆 走 来来来 干 好 小二 客官 两斤牛肉三碗酒 好嘞 来来来 秦大哥 哎 没想到又在这儿遇到 啊 对了 李兄 这位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 山东好汉秦雄秦叔宝 哦 在下秦雄 幸会幸会 久仰久仰 秦兄 这位就是胡山公李秘 李兄 哦 在下李秘 早问秦雄大名 今日一见真乃三生有幸 好 惭愧惭愧 秦兄 这二位是 在下陈咬金 好 我兄弟 我是 花大脚 我是 是他媳妇 媳妇 花大脚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娶你了 看着老娘的大脚 你还想赖帐不成啊你 来 嗯 秦大哥 你怎么还没回济南啊 哦 一言难尽呢 没钱了 困在鹿州喽 哎 要急 本来就是嘛 大街日兄弟 没什么好隐瞒的 啊 我兄弟 因为那混蛋刺史去长安 耽搁了些时日 又欠下客栈的钱 就被迫 当姐卖马 现在是真正的两手空空 惨喽 秦大哥 你得把卖了 卖了 我们俩陪着叔宝大哥 一起卖的 五十两银子 不少了 大哥 你糊涂啊 你的宝马多少钱也不能卖 一会儿说 买主是谁 没事 二贤庄的善雄姓 我介绍的 什么 善雄姓 嗯 善雄姓 竟然连秦大哥的马都敢买 我现在就去找到算账 快他以后 还有什么脸在江湖上混 哎 胡东兄 哎 哎 现结账 庄主 这么瘦的马会是宝马 当然是匹宝马 善庄主 你怎么来了 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你别叫我贤弟 我没有你这个二哥 先帝 这是怎么回事呢 雄姓得罪你了吗 你当然没有得罪我 可你得罪了秦大哥了 秦大哥 哪个秦大哥 你还装糊涂 你还装糊涂 而且秦穹秦叔宝 你不是一直想结识他吗 怎么他英雄落难 沦落到陆州 你不好好招待他 尽尽地主之仪 还夺人所爱 买他的马 不不不 你听我说 这是一个误会 真的是一个误会 秦大哥 雄姓今日之罪 百死莫数 善庄主 你快起来 这可使不得 哎 哎 不 都怪雄姓 有眼无珠 天天做梦 都想结识书宝大哥 可是没想到 你阴差阳错 来到了我的庄里 我就没有认出来 书宝兄弟 请受雄姓一拜 沈舟主 起来起来 这件事情还不怪你 要怪 也是怪我秦叔宝 出来规定 我们该先到二玄庄 来拜访你 这完全是一场误会 好 书宝兄弟 庄内一叙 好 请 请 看啥 看你啊 有啥好看的 你哪儿都好看 有没有跟你说过 你这两条眉毛 哇 特别迷人 眉毛迷人 有啥迷人的 浓啊 这男人的眉毛一浓啊 味就出来了 这女人哪 就有一种被征服的感觉 真的 嗯 真的 嗯 行 明天我把眉毛全剃了 我被你征服还差不多 征服 哎 这书宝大哥 要在二玄庄多住几日 你有什么打算吗 没打算 你不想回济南吗 不回 要回你自己回 明天我还忙着呢 我要去剃眉毛 你不回 我也不回 反正啊 我是跟定你了 啊 陈长老 咱们 安歇吧 呃 呃 行 天色也不早了 嗯 我也想早点安歇 啊 那你就 安歇吧 呃 喂 喂 这 这 你 哼 哼 哼 嗠 对 你说